在我那个小的时候 看着这个大海是黄颜色的 但是课本上说大海是蓝色的 当时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 就是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了吗 在书家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说我要回家 我回家写点东西写成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当时的影响给你故事也写 快把演唱也写 众生的快乐也在这个时候 众生的痛苦也在这个时候 Time to say goodbye 我没有绝对这不行 这不行 因为一时就回老家了 这个是写了大量的段变消息 中变消息的沙尔 中国人都写的是两庄在家的那些老人 包括两庄方面的答案 靓音师教终生的 他说结尾很不 Pas meu 我说你只要能给我发表 我从头到尾都可以给你报名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 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 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